我国将在下个月落实外国车辆入境准证VEP措施 为了应付新加坡车主的申请需求 仁佛州陆陆交通局将从后天 也就是来临的星期天开始新增两个地点 来提供安装无线射频识别RFID标签服务 预计每天可以应付1500辆外国车辆的申请 洛家局总监爱迪法德里指出 两个新增处理标签服务的地点 包括了新山福林园的仁佛州陆交局总部 预计每天可以处理800辆车 另一个地点则是新山南区陆交局学院 那里则是可以每天处理400辆轿车 目前只有新山金海湾可以安装RFID标签 每天可以处理300辆轿车的申请 爱迪法德里指出新增两个处理地点 是为了协助那些已经通过了网上注册VEP的 新加坡车主安装RFID 现场也会有陆交局官员帮忙 他呼吁外国车辆车主尽快注册外国车辆入境准证 并安装启动无线射频识别标签 以便能够顺利地出入境我国 都可以打算考虑下竹我国车辆车辆入境我国车辆车辆入境我国车辆的 新加坡别手辆车辆不可 可口说好不可